在蛛絲已亡的日子 教宗方濟各延續他的傳統 到訪不同安葬異戰陣亡者的墓地 今年他到訪的是一座英國人墓地 教宗仔細擦看陣亡士兵的墓碑 偶爾他會為很多墓碑連名字都沒有感到痛心 今年他懇請在場人士 默想安息在這裡的同齡人 因為他們很多人中年只有二十多歲 但我父親親也等到了 berg�莫承諸多年 他的課門 老闆說他們有個 transforms 他的課門跟他說 那對我沒有男友 那他們的悅劫 很多悅劫 在他們的生活 也很大 そして 教宗在追思演亡當日 再次強調戰爭的冷酷無情 在羅馬公務內不僅有英軍安息 也有來自英聯邦各成員國軍人 這裡超過400個墳墓 由一個有多個英聯邦國家組成的委員會管理 尼薩結束時 教宗在靜默中從他們旁邊經過